如果假設你要練習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從JASL這邊點下去 這邊就一大堆14000多種的各式各樣的資料 你可以找你有興趣的練習 如果每一個你都可以各個擊破 然後也可以把資料抓下來轉換成CSV 轉換成ESL都沒問題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以後如果人家給你的JASL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也就是說不見得你的ESL一定要是升級到最新版本 不過即便給你最新版本 你也不見得會 因為我發現他那個ESL裡面的那個JASL的功能 他其實還要懂得 因為我為什麼一看就會 因為我有那個JASL格式的思維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說我應該點什麼點什麼 打開就OK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思維 所以你還真的不知道要點哪裡 因為剛剛我看到第一個要選KEY 如果你沒有選到對的KEY的話 你也沒辦法把資料抓下來 OK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一種 如果你有那個概念的話 其實在延伸的 哪怕你有些東西從來沒用過 但是其實你可以用推的 OK 不然的話說實在 你要記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永遠記不完 像有些東西你說我怎麼知道 我就是這樣推 像剛剛同學突然問我說 那個字型大小怎麼設定 因為那個很少設定 但是我可以用那個原理原則推 找一下基本上都差不多 OK 問題就可以解決 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就自己再去 找一些相關案例來練習吧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第三個 其實網路上其實最多的 目前用的最多的應該就是 CSV我們用過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Json 再來的話就是XML 有沒有發現XML 現在排第三 不過跟各位講喔 大概在幾年前 XML好像比Json還多耶 可是慢慢你會發現Json 好像慢慢超過XML 而且好像超過 那個數量好像越來越多耶 也就是說啦 目前在主要這三種 第四種的話就後面我們要講HTML 網頁 那網頁為什麼要留在最後講 因為網頁最複雜 為什麼 因為網頁裡面 它的那個標籤一大堆 那你假設不懂的HTML語言的標籤 哇 那你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從而下手 所以它的複雜度 那當然相對的也比較高啦 不過HTML運用蠻廣的 比如說你將來可能要抓資料 很大一個部分 應該是來自於網頁上面的資料 所以要怎麼樣抓啦 當然我們後面再來 今天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XML 所以你們看一下XML這個啦 XML跟Json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看一下我這邊好像有寫一個 簡單的比較 所以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 XML的這個範例的話 是在第36頁 然後我這邊有找了 我看練習 因為像那個新北的這個U-by 我看一下它常常換位置 之前 這邊我看 你看它現在只剩CSV 所以你要拿來練習 怎麼練習 不然我們乾脆 直接拿剛剛的那個PM2.5的那個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PM2.5的那個 一個剛剛那個範例 其實它除了有那個Json之外 它其實也提供XML OK 如果假如說 我希望不要用Json 我要用XML來練習 一樣抓到所有資料的話 你可以看到XML跟那個Json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把它點開來 你可以看一下 點開來它其實不會另外開一個畫面 而是直接就讓你下載了 所以你會幫你點這個連結 它會直接幫你把它下載下來 也在這裡 然後它的檔案名稱叫什麼 什麼AGX底線P02XML 好OK 我們把它打開 你可以看到 這個下載的地方就有這個檔 那我把它打開 那你要怎麼解析它會比較簡單 當然我是覺得它也蠻複雜的 但是其實跟Json比起來 還是算簡單的 而且比較架構沒有那麼變化那麼大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 當然你按右鍵 你可以直接用Nordepay++開 或者是說如果你不想用Nordepay++開 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是直接拖拉 拖拉到瀏覽器 然後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箭頭對不對 你就把它放在箭頭這個地方 它會直接用瀏覽器打開 有沒有 放在這邊 瀏覽器就打開了 那你可以看到XML 其實它的架構跟那個HTML蠻像的 為什麼 因為它都是標籤 那所謂的標籤 其實就是開頭一定是小於符號 結束的話一定是大於符號 裡面的話就是它的標籤 Tag名稱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樹 它的樹狀結構是這樣 前面一樣會有一個箭頭 一個三角形向下 你可以把它點擊 你會發現 這個全部都縮在一起了 你要把它打開的話 點一下 它就打開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結構比較單純一點 把它Ctrl加好了 放大一下 不然它姿態小 Ctrl加放大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很多地方其實是雷同的 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 假設這個是一顆樹的根好了 Root 它長出來的話 有沒有 這個Data 底下都是Data 然後結束的話這邊有個斜線Data 所以頭在這裡尾巴在這裡 那裡面藍位的話一樣 它的藍位名稱在這裡 它的結束的藍位名稱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多一個斜線 有沒有 所以結束的話多一個斜線 然後前面是一個標籤名稱 後面有一個標籤 那跟各位講 這個的規則跟HTML一模一樣 HTML的話也是前面一個標籤 結束的話一個斜線 也是同樣名稱 所以其實為什麼叫XML 其實這個X的話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Extend 延伸的意思 那ML其實指的就是HTML 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這個格式 其實來源就是HTML 那HTML的標籤名稱都是固定的 不能改 但是XML的標籤名稱可以自訂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面怎麼有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在HTML是不會有這些名稱的 那怎麼來的 因為它Extend 它自己可以去定義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有點像一顆樹 它的樹根就是整個吧 那裡面的話 應該比起那個 Jackson的話 應該簡單多了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就是有點像是 它的一列 第一列 這個地方的話就藍位名稱 後面在標籤跟標籤中間 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取出來的話 就比較簡單 要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看一下好了 畫面先 先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規則其實 如果跟那個Jackson比的話 我看一下 怎麼去抓那個XML來解析 那其實XML跟那個Jackson 其實 但結構一定不一樣 所以我們用的那個套件 網路上其實還蠻多的 有關Python的那個XML相關套件 那其中的話 當然我找到一個 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可是呢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XML的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Element Tree 那這個Element Tree的話 其實它解析還蠻簡單的 不過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的缺點是 它只能解析檔案 它不能解析 這個等於是字串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今天要用這個Element Tree 底下這邊有一個 我們應該是在第38頁這裡 如果你要用Element Tree解析的話 那可能要注意 你必須要先把檔案先下載 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呢 再把檔案丟給Element Tree 所以做Path 它就可以幫你解析這一棵樹了 不過前提特別重要 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它跟那個Jackson剛剛不太一樣 Jackson Loss是直接可以把 那個什麼字串直接給它 有沒有 但是這邊不行 所以如果假設要用那個Element Tree 去解析剛剛的這個 這個PN2.5的這個檔案的話 第一個你必須要先把它存檔 然後位給它 才可以解析 OK 那至於細節的話 你們先試試看 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地方 所以在雲端上面的第38頁這裡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怎麼樣呢 先這個地方如果我要解析 不過這個程式你貼上來 第一個問題遇到什麼呢 就是 這邊的話有一個Path PM25.xm 你說老師那個 這個檔案好像不存在怎麼辦 所以你這個前面必須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要先把那個檔案先下載 然後存檔 怎麼樣下載存檔 然後我下載完之後把它存成這個檔 OK 所以可能要分兩段 第一段的話呢 就是先怎麼樣 先把它下載 OK 所以我先把它用Request 然後給它路徑 這個路徑的話應該這個應該沒錯啦 我看一下 如果不對的話把它改一下 這個路徑 我是拿這邊剛剛的這一串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裡 然後一樣把它開一個檔 那檔案名稱跟上面下面一定要一致的 然後把它存檔 就是把網頁上面的那個資料把它存下來 OK 所以第一段 然後我先把底下這一段 先把它註解一下 Ctrl-1 然後我先執行一下 看一下 OK 沒有錯誤訊息 然後我到根本物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檔 我按右鍵 我把它編輯一下好了 把它用NodePay++開好了 有了 那表示應該存檔成功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在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element tree做解析 那解析的話呢 一樣嘛 就是FromExample eTree 去 import它裡面的這個方法 然後我給它一個簡稱SET 因為這個名稱太長了 我把它縮短一下 以後就叫ET 就是它的物件名稱 然後它的物件名稱的話 有一個叫PASS 解析它 那首先當然它的第一個方法 就是叫Get root 有沒有 底下根的那一層 然後呢 我一樣先再加一個那個什麼 加一個它的欄位名稱 並且把這相關的資料塞進去 最後一樣 把它存檔 把它直接儲存 執行一下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就沖了下來 並且把它存成 PN25.CSV 我把它打開看一下 這應該會增加一個叫 PN25.CSV OK 這邊 PN25.CSV 我這邊小寫 Write 那理論上的話就可以把資料給寫進去 裡面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可以透過那個 把底下的那個Root 這個Root 就是一列一列的Root 把它分別抓過來之後 取得它裡面的那個TEST 然後分別的話把它塞到那個 就是字串裡面 把它寫檔進去 然後就完成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好嗎 谢谢大家